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经典恐怖电影《午夜43路》,又名恐怖在线 故事发生在香港的屯门 2003年,屯门公路发生了巴士坠桥事故,导致20多人身亡 另外,屯门的友爱村也是一个热门的跳楼地点 所以屯门这个区域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如今时间来到了10年后 农历7月20的晚上,哎呦我擦,这不是涛哥的农历生日吗 突然就有带入感了 好了,我们继续,话说一名警长带着新来的助手抵达了友爱村 原来10楼的住户这周以来每晚都报警称有人跳楼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据其他几个警员猜测,应该是闹鬼 因为几天前,农历7月14的夜里,有个叫小弱的女子穿着红裙子从这里跳楼了 不过警长明显不信这个邪,于是便上了10楼一探究竟 而在10楼,警长准备先后询问报警的1004和1005住户 谁知1004住户却告诉几人,1005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正在这时,走廊里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于是警长连忙带着助手追了过去 途中警长突然感觉自己看到了什么 但助手的摄像机却什么都没有拍到 此时警长感到气氛不对,因此决定收队 谁知电梯无论怎么运行,一开门仍然处于10楼 并且电梯里也变得越来越冷,这诡异的场景吓得两人赶紧退了出来 其实在白天,警长已经对小弱跳楼的案件进行了调查 他发现小弱不仅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单身 甚至已经结婚挺久 所以结合种种迹象,他认为小弱不是自杀的 而是因为保险金问题被丈夫所害 于是便追捕了小弱的丈夫 然而丈夫却表示自己和小弱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只是7月14那天去找他借钱 没想到正巧撞见了小弱跳楼 而丈夫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所以才在报警后谎称只是个路人 闻眼警长又去询问了小弱的同乡姐妹 而据同乡透露,小弱因为被丈夫榨干了钱 所以患上了抑郁症,自杀过好几次 但他并没有把丈夫作为保险受益人 也就是说,小弱确实是自杀的 画面一转,另一边 一支小队来到了丁九村进行探灵 原来这丁九村位于屯门公路的旁边 在当年车祸时,有个叫小妞的红群女子 她的尸体落在了村里的一所小学 此后这里每晚都能听到凄惨的哭声 所以再也没有人敢来上学了 而探灵小队其实是由午夜电台恐怖在线的主持人发起的 有几名高中生得之后便立刻加入 他们分别是长发姐,短发姐,麻维姐,通灵姐 并且他们邀请了自己的老师一起组队 另外主持人还请来了一位神婆 然后带着摄影师 拜托了丁九村的村长和他的小弟来为大家做向导 而在村长将众人带进小学后 神婆便开始了招魂 紧接着小妞的鬼魂就出现了 甚至点名要找老师 原来小妞正是老师曾经的未婚妻 与老师同校交书 自她走后的十年 老师都没有再约会过 而小妞多年来一直有件事放心不下 就是当年小妞发现有个女学生在勾引老师 因此想找她的家长谈谈 但小妞不知道的是 女学生有情绪病 竟然受不了打击跳楼子杀了 并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妞还是警长的表妹 也就是说老师是警长的准表妹夫 好家伙为了把两人联系起来 让两条线交汇 这关系还真够绕的 画面再次回到了招魂现场 没过多久 众人就发现村长的小弟不见了 于是便赶紧出去找他 谁知却在树林里遭遇了鬼火 而一阵混乱过后 十个人的小队只剩下了五人 见状神婆连忙带着大家 去村里的祠堂暂避 然而在这里 马威姐却意外地 收到了一段长发节和老师亲热的视频 但当她回播过去时 电话的那头却只传来了阵阵的嘶吼 见状神婆表示 小妮对接近老师的女人都很嫉妒 不会轻易放过 随后众人发现了被绑的村长 于是赶紧拿出了小妮的照片 向村长展示 而村长也确认 这就是绑自己的女人 接着大家又找到了长发节的尸体 这时通灵姐却对其他人说 自己感到在长发节死前 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杀她 文言神婆合上长发节的双眼 并为她念了网神经 谁知长发节却猛地一下睁开了眼睛 不愿再和尚 说到通灵姐 涛哥感觉她的能力和神婆不相上下 因为前一天的晚上 通灵姐坐43路公交回家时 她先是在路边看到了小妮的身影 然后又听到小妮威胁说 不要缠着老师 最后还感到有双鬼手 狠狠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很好这一切只是个梦 不过梦醒时分 通灵姐发现脖子上 真的出现了几道指痕 于是随后便在邀请老师组队时 向她进行了展示 如此才说动了老师参加探灵 不过实际上 这场探灵却充满了人为策划的成分 原来为了能够顺利地收地 将这块地皮卖给开发商 所以村长和小弟合谋上演了一场闹鬼大剧 专门让弟妹来扮红衣女鬼吓大家 而当众人刨散后 长发姐和老师走在了一处 这时长发姐趁四下无人强稳了老师 但倒不是她有多喜欢老师 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魅力玩玩罢了 这也正是那段亲热视频的来源 谁知这一幕却被短发姐给看个阵着 见状她非常的神奇 因为其实她暗恋老师很久了 于是长发姐在放了几句狠话后 便转身离开了 但没走多远 小弟和弟妹就开始扮鬼吓长发姐 而这竟导致了长发姐惊吓过度 失足落牙 头撞上了石头 接着短发姐给老师也发了那段亲热视频 原来刚刚就是她拍的 而她借此机会威胁老师 如果不喜欢自己 就把视频传得人尽皆知 让老师身败名裂 但老师依然拒绝了她 可是短发姐也有情绪病 闻言她万念俱灰 于是随即拍晕了老师 然后跳海自杀了 同时躲在一旁偷拍的弟妹看到这一幕 也吓得丢下手机跑开了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农历7月21 警长带着助手来到了丁九村调查 在这里她找到了弟妹丢下的手机 由此发现了昨晚的真相 随后在警局里 当警长审问村长小弟和弟妹时 小妮的鬼魂突然对着三名嫌疑人现身了 由此直接把三人吓得全部招供了 而晚些时候 警长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秘密 原来她的助手本来是旁边警区的 但不久前因功殉职 她的血滴到了随后赶来的警长眼睛上 于是警长便拥有了阴阳眼 可以看到鬼 所以这几天在旁人的眼里 她都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罢了 晚上老师找到了短发节的母亲道了歉 不过她依然被短发节的鬼魂纠缠着 甚至不自觉的来到了小若跳楼的地方 翻出了栏杆 但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短发妹的母亲日夜为女儿送金 终于在此刻化解了她的怨气 于是短发妹就此消散了 而警长也及时赶来一把救回了老师 原来警长接到了老师的短信 称自己想赎罪自杀 但老师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发过短信 至此警长才明白 其实是小妮发的短信 她死后一直留在人间保护着老师 可她会不断重复经历那次车祸的恐惧和痛苦 而这对小妮和老师来说 何尝不都是一种煎熬 而经过此事 老师终于放下了这段回忆 于是她烧掉了小妮的所有遗物 不再用思念捆绑着她 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在影片结尾 心里医生却告诉警长 其实根本就没有鬼 看到鬼魂只是她压力太大幻想出来的 包括通灵节 也是在网上浏览了资料之后 现学现编的 其他与此类似的种种更是完全不存在 好家伙 这个全盘否定给涛哥看懵了 都不知道前面的情节有哪些是真实的了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可能是为了故弄玄虚 去世十分的混乱 最后还来个强行解释 真的很没必要 而且涛哥实在看不出 为什么要将两个地点硬扯到一起 大概是想谁实诚吧 总之是有点离谱 不过涛哥看的好像是山前版 如果实在有兴趣 小伙伴们可以去找找原片来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